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咱们到伊沙瓜亥南的 去看一栋刚刚上市的别墅 好,那现在咱们就出发了 这是Malbury这条街 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条别墅 这是开门的钥匙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它打开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别墅 好,那么进门之后 右侧是一个客厅会客区 然后在里边 它有一个小的储藏石 可以放一些 招待客人用的食品之类的 还有饮料 下面呢,也有一些小棍 然后这里呢 这个空间呢,可以放一个 小的冰箱 放一些饮料之类的 然后左侧是从网络上的楼梯 这里呢,是一个储藏间 利用楼下楼梯的空间呢 制作一个储藏间 然后进门之后 正前放走呢 这个 右手边 是一个卫生间 对面 然后它的对面呢 就是洗衣房 冷博物 空间还是比较充足 然后就是它的Living room 和厨房 前面有B2 这是 Family room 家庭活动区 这是一个呢 开放式的厨房 它用 你看 就是厨房 和那边 Family room 是相通的 中间呢 有个Illand 可以 这儿早餐呢 自己家里呢 这个比较方便 这儿 Stainless steel 这个 电器 不确保 电器 更强 早餐桌 这儿 这边是后边的花园 然后是烧液化器的一个骨罩 Gas 灵器骨罩 从这里看呢 这个角度看 这是厨房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家庭活动区域 然后从这里呢 餐桌旁边呢 那是一个骨网 后花园的盗门 看看 这里有什么后花园 那这栋房是有三处的Air Condition 那个又是空调机的外机 Isaquah Highland 大家知道 Highland这里是地势必要高 所以建筑呢 都是依着山坡 依着地势而建 后边的花园这栋呢 建筑呢 是它的车库 车库呢 它是从 后面的一条街过来 然后从那儿 车停靠之后呢 从这个台阶前面抬下来 这里是花园的地方 然后这里是一条艾林 可临着时间 比较远的地方 比较远的地方 去过道 这里还装了个小滑梯 看准备的有一个坡度啊 好 咱们到车库去看一下 这是这里的一个特点 基本每家的车库都是这个 都是detach 都是跟主建筑呢 分离的 这里呢 是它后面的一个街道 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 所以说 它的回家之后 每天从那个街道呢 从那个入口 前面的入口 从那儿开过来 然后呢 从这里车 停到车库里边 好 咱们到车库 看看车库怎么样 是可以听两辆车的一个车库 车库就这样了 好 下面一边 我们到 车库 车库 就是从车库出来看它的主建筑 车库 有一块儿 超平不大 不过 弓牌子在上面玩耍还是够的 因为一沙和海兰的呢 有20个花园 公共空间和绿地呢 非常之多 所以呢 嗯 嗯 这里 户外活动的空间 它是比较大的 不用愁 非常之多 啊 现在 这个 能播放 好了 现在呢 一楼呢 就是这个情况 有餐厅 family room living room 还有一个卫生间和洗衣房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 不是 没关系 不是 没关系 就是 你 大家好 楼上有四个卧室 我们先从右侧开始 右边的第一个房间 就是它的主卧 秋天到了 外边的叶都 红红绿五压六色的 主卧 这是前面 那是主卧的卫生间 是双一盒 这里是主卧的 Walk-in的一个衣橱 有一缸 夺利的一缸 还有零一间 好 那么咱们到第二个卧室去看一下 在右手边 这里是一个小的储藏棍 这是楼上的第二个卧室 这是一个宠物 这个房间就是这样 然后出来之后 我们到接下来是第三个卧室 这是一个溢厨 门已经打开了 后面的院子 那个台阶就是通往车库的台阶 好 这个房间就这样 接下来是一个卫生间 是第三个和第四个卧室之间的一个卫生间 这是一个全卫 里边当然有淋浴 还有浴缸 所以它是一个全卫 完整的卫生间 好 这个卫生间出来之后 右手边就是一个第四个卧室 在这里 前面的工艺室一桌门打开了 那么这就是最后一个卫室 右转了就通向下屋的楼梯 下面就是入口 好 那么楼上呢 就是四个卧室 和两个卫生间 其中一个卫生间是在主卧里边 其他三个卧室 共用一个卫生间 他们的房间就下楼 下楼之后就是一个厂房 一个Living room 一个厅房 这是前面窗外的街道 这是正门旁边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在这里可以看看街景 那么这栋别墅呢 大家都看过了 它一共是有四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 然后它的建筑面积呢 是2120平方英尺 那目前的售价呢 是112万 那么伊沙华海兰的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社区 这点呢 当您驾车驶过大街小巷的时候呢 就应该能够体会得到 那么这个社区的宗旨呢 就是把它打造成了一个 具有城市村庄风格的 独特的组织结构的一个 独具个性的地方 目前呢 伊沙华海兰的呢 拥有4000多所住房 居民呢 12000多人 随着West Ridge新房屋的上市呢 也就是西部伊沙华海兰的那个开发区 居民的数量呢 也在逐渐的增加 那么伊沙华海兰的呢 用于民用和商业用途的土地面积呢 是484大英亩 拥有绿化的土地呢 一共是1540英亩 是被开发使用的土地呢 三倍以上 可见这里人们对绿化的重视 那么伊沙华海兰的呢 区域设施 而现在呢 很多项目呢 目前仍然在不断的开发之中 好 那么关于这栋房子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